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四房茶老江香酒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这是杨锦林聚继在香港给大家读报 法广也算头版头条 乌克兰和电动车 习近平访问法国难以驱除的两道阴影 法国外长现在正在北京访问 名义是庆祝中华建交60周年 但最重要的使命 就是让习近平在五月份访问法国之前 努力降低中法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 两个问题 一个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问题 第二是中欧关系紧张的问题 两者都跟法国有重大的战略的息息相关 法国需要中国在墨尔俄乌战争问题上的表态 但是一直没有表这个态 第二个发现外交争执和贸易纠纷也在积聚 费加罗报认为这无疑是笼罩在 习近平法国之行的隆重的阴影 那么谈到了两国的外长在钓鱼台的会谈时候 也呼吁中国要直接的向俄罗斯传递信息 赶紧从乌克兰扯兵 当然这一点来讲呢 关键是没有上线的老朋友 习近平会不会在这次访问法国的时候 做出一个新的说法 但是估计很难 但是中美关系中法关系呢 应该说现在来讲呢就是说 中国官方媒体只字不提 法国外长不到半年两次到北京南访问 当然也有了解放军报对法国的核威慑的使用范围呢 提出了一些警告 那么应该是说呢 除了中欧关系还有中法关系 又是贸易问题 好 这边呢就法国的舆论认为 习近平的对法国的访问将是一次并不轻松的访问 文化和气候是两道屏风 乌克兰和电动车是重重之重 好了谈马英九 星岛日报说 国台班主任宋涛在深圳会晤马英九出统 叫出统 两岸共属一个中国 反对台独 都如此类 马英九是去年是3月27号 访问大陆12天 但是这一次呢 听说路透社的独家新闻说 4月8号在北京要见到习近平 明报也是这么说 登陆首日 在深圳会晤宋涛 马英九访问了大江还有腾讯 去年形成第四天 宋马会 那么今年是第一 一落地就见了台湾的媒体说是重视程度的升级 路透社也说是三名消息人士说 4月8号会在北京 习马俄会 北京上演 纽纽约时报也是出百亮的话文章 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 或与习近平会面 就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的恶化之际 因为来自这个民主岛屿 年级稍微比较大的政治人物在大陆受到了热情欢迎 他就是前总统马英九 那认为这个访问者一个呢 令人担忧的时刻 两岸关系跟紧绷 还有一个呢 520 耐清德要宣布就职 大陆可能要增加军事的威胁 那当然来讲呢 就是对08年到16年担任台湾总统 现年70多岁的马英九 热情相待 热情相待 似乎自的强调 北京对那些赞成两岸关系 加强两岸关系 和谈会谈条件的政治人敞开大门 那为北京的对台政材能难还是卵硬兼施 马英九所在的国民党官员表示 他可能会在行程的晚些时候跟习近平会面 那么国民党的官员说 是通过跟中国大陆官方对话来帮助台湾 这连胜文啊夏立文啊都讲 他当然赞成马英九这次说法 对习近平来说 跟马英九会见可能是个方式 可向中国人民表明 台湾并没有无可挽回的失去统一的希望 双方都有需求 但是呢 马英九呢 对这一次的访问大陆 可能对国民党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国民党呢 对其他的太别和台湾的选民 对马英九的努力持谨慎的态度 那民进党指责马英九是出卖台湾的利益 那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王定宇说 马英九不能代表他自己的党 就是国民党的主流观点 他已经失去了公众舆论的授权 马英九 他在马英九过去任内的时候呢 促进两岸关系的做法 台湾的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发表声明 为马英九制裁一些辩护 但是呢 他的党主席没有说法 朱立伦 朱立伦 法广呢 有个分析 马英九敏感时刻 在访大陆 真的能反合两岸关系吗 当然他的看法不一样 真正对两岸关系这次的和平友谊之旅 会不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法广的分析认为很难说 很难说 那么这里面持续紧张的两岸关系 的确需要找到一个可以沟通互动的渠道 那这个时候呢 蔡英文要下了 赖清格尔上 马英九要去了 所以呢 这里面呢 就包括在国民党内部也没有起的共识 没有共识 朱立伦 态度有保留 民间当然有希望马英九 表达和平的心愿 但是呢 多数人如何来做到 两岸的和平共识 多数人没有共识 马英九没有办法带着一个岛上的共识 到北京去 他能够做什么 有人说很怀疑 他能不能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级的公计活动 表现一中个表呢 不知道 德国之声 那又是邓于文的高论 马锡厄会是老平有叙旧 不必期待北京会有政策的突破 马英九四月一号 挑了个愚人诀 愚人诀到大陆去 跟过去不一样 这次的政治意涵很强 邓于文认为北上北京 如果跟习近平会见 从马英九的角度来说 大概是要提升他作为前总统的 剩余价值 因为他不管怎么说 比红秀柱还管用 马锡厄应该说呢 不会对北京的对台政策 有突破性或的转向 北京是主动要求马英九访问大陆 但是呢 定调是老朋友会见 老朋友会见 那么这里面讲 邀请马英九的当年有北京的考量 只要耐清德怎么样怎么样 他做了一些分析 那邓于文说 外界不要期待习近平的讲话会有什么突破和转向 不可能改变北京既有的对台政策和立场 也不会提出新的对台论述 就是不会超过北京历来的对台政策基地和领导人 包括这几说法 顶多在哪个方面有所强调 和平统一 不是反独 现在是打独 打击台独 所以呢 大家认为呢 他认为不需要有更多的想象力 就是说九年前 2015年 喜马会的新加坡 从后来的两岸关系发展情况来看 几乎没有产生大陆所希望的正面影响 他说这一次更不可能 美国之音 马英九访问大陆 台湾的本土派叫台湾国 他们呼吁不要成为历史罪人 那认为可能马英九可能会呢 把现在滞留在厦门的那个金门的现役军人 当个人情送给马英九那样带回来 也许是 也许不是 那么可能会有 有给马英九一个什么 这是一种想象 一个想象 因为据说那个调课呢 因为隐瞒了自己职业军人的生活 就被大陆给留下来 留下来 那么当然也很多的说法 马锡俄的话没有说实 但是呢 极端的排毒势力 要马英九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 诸如此类 英国BBC是头版头条 讲的走线美国 继续的探讨 中国偷渡客两年暴涨五十倍 有八个人翻船命伤墨西哥的海岸 这个事情来讲 在新冠疫情之后呢 中国公民成了自南美中美洲 往北偷渡 千万美国寻求庇护的新群体 走线就这么来 但是意外频出 这里面讲呢 现在来讲呢 中国大陆的数字 2023年在美墨边境被拘留的 也就是有超过3.7万人 是2021年的五十倍 纽约时报有一个人物的复告 写得非常的突出 叫林奇之史 枉飞山体背后的离奇的投案 投赌案 跟许瑶这个事 这林奇成了一个奉享 电玩游戏打亨 曾经把中国最著名的科幻小说 三体拍成一部全球的热门剧 他跟网飞和HBO进行合作 来讲这个故事 但是呢 三体已经播出了 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观众 但是林奇没有活到这一天 他谈到了他被人投毒 那个人是律师 一个他的同事叫许瑶 整个过程应该说情节堪比 离奇堪比好莱坞大片 是个毛骨爽男的故事 林奇的命运在2017年就改变了 结果呢 没成想 这个许瑶心怀不满 就用下毒这个动作呢 就害死了林奇 这个事情呢就讲了 林奇的出栏辞世之前 已经是中国年轻企业家一名亿万富翁 好了法国的世界报 谈到了新冠清零之后 中国担心出现外国游客清零 他讲了一对法国的游客 他说现在在北京 需要逛上好一会儿 才能看到一个外国游客 在北海公园 北面的出口处 看到了三位外国游客 一个爱尔兰的妇女 和一对德国的夫妇 那么现在来讲呢 中国政府说 2023年路径中国的外国人 达到了3550万人次 那么去年呢 就算很多国家的免签 免签的国家已经扩大到15个 但为什么免签 因为到中国的外国游客 越来越少 其实不准中国 香港也一样 他把中国形容 是一个多很不方便的 二维码的国家 很多外国人来这里呢 没有办法支付宝 没有办法微信 然后要很多很多的这些APP 他会感到很头疼 中国在新冠之前 已经高度的网络化 现在已经变成了 二维码的国家 外国人现在啊 要在这里开微信 也很麻烦 这么多之类的 另外呢 谈到了 确实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很惊艳 但是呢 他无孔不在的监控摄像头 也让他们印象深刻 关键一点呢 中国他认为 帝博写了这个世界报 法国世界报对驻北京的 这个记忆特办人说 为了吸引更多好奇的外国人 中国还需要继续努力 中国的形象的变差 至少在富裕国家是这样的 包括呢 被封上海封控 大白不停的检测的视频 到处传播 这些东西就严重损害了 中国的形象 特别是新冠的管理方式 有相当多的外籍人士 都离开了中国 那这里面呢 中国现在整个形象 在国际的 很多国家里面呢 不是太好 但是呢 在发展中国家 还有一定的勇敢 好了 谈一点电动汽车的行情 华尔街日报说 比亚迪三月份的销量大增 那么现在正是 中国电动汽车竞争正在加剧 这个加剧的比亚迪 正在西方 电动汽车企业的劲敌 那么德国媒 德国之声说 德国媒体说 物美价廉不代表就有销路 性能出色 价格亲民的中国电动汽车 是不是会全面占领欧洲市场呢 法兰克污汇报认为 中国品牌暂时还欠缺 拓展销路的软实力 它标题叫 以中国汽车在欧洲 并不能保证成功 不能够忽视中国汽车的质量 装修啊什么之类 最关键是 它有竞争力的电池 那么认为中国 这个电动汽车 很快就在欧洲市场 起的重大的成就 但是关键的品牌和商家 联系起来 还要打造成功的经销的网络 提供值得信赖的服务 那这一点呢 目前做得还不是太好 目前来看呢 起步电动汽车 在欧洲市场部里艰辛 代价高昂 那么这里面讲了欧洲 这个问题 德国现在在能源价格等经济 环境方面 德国不仅远远落后于中国 也落后于法国 华尔街日报 谈到中国 国豪论坛向商界领袖 描绘了乐观经济的图景 跟那个 那个高层发展论坛一样 但是美国之音的头条 报道了是中国持续抨击 美国修订芯片出口的限制 那这里面呢 讲了中国商务部 中国外交部的批评意见 那拜登政府 实际上来讲 在国外下手还是很狠辣的 那么韩国考虑根据美国 对中国管制半导体设备的出口 那么跟荷兰一样 跟着美国走 纽约时报那是头版头条 把中国的水军 中国的水军假冒 特朗普的支持者 试图影响美国大选 非常长的一篇长篇报道 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说 隐蔽的中国账号 正在网上伪装成支持 前总统川普的美国人 宣扬阴谋论 散动中国内的分裂 并在11月大选前 攻击拜登总统 这个奇怪 他们这方面的消息现在很集中 这些账号表明 中国政府正在寻求 影响美国政治的方式 进行一些战术的转型 更要求目标 对准特定的候选人政党 包括拜登 做了很详细的说法 假冒伪劣 各种账号 诸如此类 就是说不断的推送 在脸书上发现了一个 1170多个不真实的网页和账号 推送反美的信息 包括对拜登的尖锐的攻击 那另外这个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现在有关方面已经引起了 中国这些行动 引起了美国政府内部的警觉 也从二月份开始 美国不断示警 不断示警 那么这里面呢 有人呢 就是研究 就是跟以往的行动相比 中国现在采取这个更微妙 更复杂的方式 他没想到这个账号 现在非常活跃 怎么办 他认为的活跃会产生效果 情报评估其实在乌克兰战争的细续 俄罗斯的美国使用越来越微妙的影响策略的 推动孤立主义的主张 虚假的新闻网站正在针对美国人传度 俄罗斯的宣传信息 那么讲到中国和美国 俄罗斯在这方面呢 做得很 很到位 很到位 做得非常详细的介绍 把它作为一个头版头条来抽屉 显见美国的朝野 美国的主流媒体对这个事重视 非常详细一篇文章 好了 亚洲自由电台 有个专访 专访那个讲 香港玩玩的那位罗奇 罗奇访问北京被禁止议论香港 不准他说 那么他在接受呢 亚洲自由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阅语组的专访 他说他言论他受到了审查 不破准就香港问题发表意见 他批评其他香港的议会者 没有向北京如实反映香港的真实情况 本来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他曾经呢 写了一个呢 香港玩玩的消息 他本来要获准 在这个发展高层论坛上说 发表演讲 希望在演讲中表达对香港未来的担心 但最后被劝退 这一次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呢 很多限制比以前厉害 显示出主办方很明确 他们不想公开听到尖锐的问题 只是用着眼于对中国有建设性的看法 那么两度这个批评 他跟史美伦也讨论了23条对香港的影响 当然史美伦看法不一样 他特别批评 以会的香港代表 不敢反映香港的真实情况 这里面也提到史美伦 扎茂德 还有金培 金泽培 还有罗康瑞 还有李泽凯 还有刘尊义 还有当然还有郑永年等等 李成 现在外资的管理成 在讨论香港营商的政治风险 这些人几乎是知之不提 所以他对香港看法不一样 他甚至点名 在朱隆基年代 外商外资的高层 是能够自由公开讨论问题 而这次不行 他对建制派批评很严厉 好了 亚洲自由电台落脚点 看到了建山书店最后一页 吴矮仪说香港人的精神 没有被征服 这个店应该五年了 五年了受到了很多很多的 莫名其妙的举报 结果很多县制 最终不得不 因为他非法占用政府的土地 然后不得不宣布结业 但吴矮仪说香港人的精神 不会被征服 他也没有消失 也没有消成 香港人又很喜悦 完全无所畏惧 事实上在这种镇压之下 能生存下来 这值得庆贺 吴矮仪 这个话当然亦有所指 亦有所指 这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第一 乌克兰和电动车 成了习近平反问法国 主要的焦点问题 一个是外交 一个是贸易 一个是选边站 要表达立场 一个是产能过剩 就看来我们的外交领域 一直在下一盘 很大很大的棋 习近平如何表现 而王毅 会如何协助 接招 第二 马英九访问大陆 重头戏是喜马二会 国民党反应谨慎 有保留 民进党连销带打 马英九试图的两岸关系问题上 发挥娱乐于光 他在台湾主流社会的位置 显然不及以往 他曾经的国安议院秘书长 书企批评马英九格局不大 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 马英九的政治影响力迅速被减弱 扮演了角色 甚至还不如当时的连战 这一点北京应该也很清楚 但是没有办法 死马当成活马一 这也是政治的现实 第三 针对中国水军或者网络攻击 试图介入美国大选的新闻 被纽约时报放在投保头条来处理 之前美国英国等国也在问题上 展开了各种制裁措施 政治层面上 这将会是中美关系一个爆点 此外就是产能过剩 据说已经到了各个国家的国门之前 美国财长耶伦四月访华就谈这个问题 大陆水军是否已经在介入美国大选 他们有没有这个能耐 这是不是杜撰的 不得而知 但所产能过剩的问题 不再是可大可小的话题 需要很认真的面对 第四 罗奇在北京禁止被公开谈论香港 显示出他那篇香港玩玩的观点 击中了要害 回归前后 香港已经多次被西方舆论宣迫和死刑 这一次比较集中 获得的回应也比较及时和广泛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署和特区政府的反驳 对最近的业务繁忙 就忙什么呢 忙着返存相机 在那建山书店的倒闭 其实也是香港政治环境逐渐恶化了一个最新的案例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昨天是愚人节坐 香港国安法新实施23条 有力的保障香港的繁荣伟定 很多香港网民说 愚人节说这些真是很应景 香港且行且珍惜 这是今天读报的内容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了解 我们订阅 我认识 我认识 找他 紫